欢迎回到Tnews联播网 让学生有不一样的课程体验 台中市中港高中 透过了多元选修课程 带领学生走出教室来踏查 五七老街、海滨之美 再透过了影像和文字记录 将作品输出 在清水眷村文化园区来展出 除了让学生们更了解生活的土地 也让更多人可以看见五七之美 间距观光收闲的五七渔港 一张张照片记录下独特风貌 搭配文字说明输出展见 坐落在五七渔港旁 五层楼建筑的台中海生馆 也成了作品展出 28幅作品是中港高中 在多元选修游戏力课程的成果 由老师带领学生走出校园 实际探访记录 在清水眷村文化园区展出 以往的课程 大部分很多都是在 可能就是在学校里面做试作 那这一次呢 也是我第一次就是私底下 自己那个抽空去那个外面去做拍摄 其实很多五七的一些风俗民情 都是借由这一门课程 我才去了解到的 那从这一门课程我也了解到 就是一些拍摄的手法 比如说取角度的一些技巧等等的 那我觉得在这一门课可以收获到 非我们以前就是大家课本上面学到的 选修课程跳脱传统教学方式 带学生走出户外 踏查无期聚落 老街海滨之美 透过影像和文字呈现出来 前面就是它前面雨感会下过 就是会放雨过的地方 另一头纸模型展也是多元选修课程成果 让学生动手DIY用模型诉说空间记忆 探索城市特色 这堂课从开始到结束 我学到其实不只是一个 制作模型的经验还有技巧 更多的反而是一个建筑 它对于那个地区的象征 还有它的对那边居民的意义 生活在城市里面我们总是很匆忙 然后所以希望透由这一门课程 带孩子去探索去观察 我们身边生存的这一座城市 随着108课纲逐渐成熟 多元选修课程融合在地元素 让学生将日常所文印用在课堂当中 在实作当中学习